在不是太多人打的西屬這邊 罪惡國現在已經不再在出生州這邊打 在河池那邊跟我們挑戰機了 我們再看看另一個戰線 踏中戰線依然是罪惡國的位置 跟罪惡國有頻繁的交戰 但主要的戰線也不在出生州這邊 所以其實踏中、金蟲都處於比較寧靜的戰區 散關這個位置其實我們已經推到好入 我們已經修復了大部分河池的領地 還有一個小部分的就是在東郎關這邊 有小部分的人員我們還未有時間去清理 這個位置其實挺進去後面的 我們要推進來其實都需要一些時間 數數賣賣應該也有十幾二十個在這裏 你十幾二十人每人都可能出兩隊 都四十幾隊 即是每次都出四十幾隊 我們都需要派人員去防守 之前都不斷被他們騷擾 不斷吃氣蟹 不斷被他們攔截 又找門神封死了條路 攻不進魏興 我們惡那邊的形勢就相當之惡劣 東郎關這邊的罪異角 這個位置其實應該都不難清 大家可以一次過沖過去 修復了它 清了他們的地 資源都是銳減的 他們不飛走 他們都可以互相解修復 互相救回 這是一個循環 烏遠就是連接魏興資源州的地方 由我們渣 神靈之領域 再加上風流 還有惡 三個盟守著 但三個盟他們面臨的敵人 是相當相當之多的 其實惡很厲害的 他用很少的人員 推了去安揚這邊 但很可惜 然後罪異角又回來 神樂火又回來 其實他們應該已經放棄了 南靜的資源州 全部湧來魏興 而魏興這個位置 匪都進來了 好像是今天 他們今天已經把黃金的關口打穿了 他們聯同正規軍 再加上匪 就一起打黃金 好像打了兩次 我記得第一次 只剩下少許內久度 沒有打到 然後再來打第二次 才順利打進去 而令到匪可以出來了 其實他遲下匪應該都會入侵魏興 打穿了之後 其實他就有直飛魏興 惡 神靈之領活 風流 渣 這些都守得很辛苦 現在4伏 50伏 147 以及178伏 加上人數 有1246人 最靚仔最靚仔的防守和進攻 就是官匪合作 匪打穿了清兵之後 他都可以令到你進入一個戰亂的狀態 真的龍夫 我想你都踢光了 大家收編得他 進來你的盟 當他是一個戰鬥單位 如果你們好像金龍流 神樂這些體制 他進去你的盟 我都相信你應該覺得 他是為你的盟有貢獻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怎麼收他的盟 所以這一點 大家投入的戰鬥單位 就應該以盟的單位做計算 魏興膠整得很厲害 我們一看神樂火 推到好入 不斷牽入 為什麼要去打孤元 就是因為我們要抽回神樂火的人 我們打孤元 如果他們不守的話 我們就會打穿他 打穿他的話 我們都直接踩入魏興 一來就是為了清兵 二來也是減輕惡的壓力 不要被他們推得那麼快 不夠人我們都要去撞 惡現在打很辛苦 這些全部閉城都不夠打 神樂火現在去到西城 全部都是神樂火的人 武當這個位置就是仙夢 仙夢其實都推了出來 神靈之領域又被仙夢推了 推到後面 響馬都推得很快 整個魏興 瓜分了一半 上蓉這邊 再加西城這邊 大家斬一半 神靈在守著碼頭位置 鱷應該是守著西城 如果西城被人擊穿了 其實沒有國土保護 沒有國土保護的話 就直接穿過去 京西應該都沒有什麼戰線 我好像看到都沒有什麼特別情況出現 渣盟守著 谷城就是神樂日那邊 然後神靈之領域守著 不過這條戰線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情況出現 我們再看看南鄭 神職旗這邊都守得很厲害 不斷打香文 但現在已經被阿岳全部打穿了 還差一點打到這個閘口 南鄭其實都處於一個比較安全的情況 相對是比較安全的情況 我們再看看 西鄉就是金龍流堅守著 這裡有一層門神 兩層 然後就三層 三層門神其實很難打 除非有一個壓倒性的推進力 你想一下這裡已經差不多有百多對手 之前其實都嘗試阿岳是俘虜了金龍流這邊 但其實又是解孤魯 一直都是解孤魯 這個碼頭 小碼頭 就被阿岳拿了 棉花雞 鑄守著這個位置 但這裡都很多層門神 一層 兩層 這裡都量兩層 然後這裡三層 這裡三層 這裡三層都很難打 南鄭的戰線相對是比較平穩一點 岳已經把可以推的戰線都推過去了 PK9014賽區 不定中原 主要的戰場 已經集中在魏興戰線 因為魏興現在集結了很多很多 不同的盟 在打 南鄭已經轉移了 本身是一個霸業州 現在已經不打 去了打魏興 魏興那時候推得很厲害 推到安陽縣 不過他們一回來防守 已經是無法再推下去 我們看看孤遠這邊 孤遠這邊就是我們 子盟一直都要打的一個關口 兩個盟 再加著熱角 三個盟 跟我們子家 跳近機 這裡都打得相當之辛苦 還要我們打了進去之後 嘩 超多的戰塔 升到超高級的戰塔 有排差 所以我看到這麼多戰塔 其實我都 好恐怖 現在就是整個PK9014賽區 所有魏興 我們主要的戰線都是魏興這邊 啊